身穿防彈衣 頭盔和面罩 加州警方向示威者發射橡皮子彈 现场碰碰声不断 警方拆除路障 重摔示威者 示威者也拿灭火器喷洒警察 校园内烟雾弥漫 场面火爆 营地上空划过闪光弹 响起刺耳的爆炸声 周四凌晨警方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挺拔示威营地 强制清场 CNN记者连线到一半也被吓到 还有大批挺拔示威者呛警察双标 因为前一天他们受到挺以色列群众攻击 警察却没有作为 警方与示威者冲突持续了几个小时 总共209人被逮捕 天亮后校园内只剩下一片狼藉 美国挺拔血运延烧 拜登也首度发声 不过拜登还是不忘谴责反忧主义 同时美国众议院通过反犹太主义议事法案 未来反犹的定义将更广泛 全美八十多所大学的挺发示威活动 也更容易被定义为反犹活动 反对者认为这将有害言论自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